舞台上被看到 那台湾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变成台湾之光呢 请问一下 你们去 想要看金字塔会去哪里 埃及 你想要看美丽的珊瑚礁 你会去哪里 澳洲大榜礁 你如果想要看大峡谷 你会去哪里 美国 那你千里条小 已经花了那么多的飞机票 那么贵的飞机票 飞到那边之后 你只会看一眼就回家吗 会再多 去到美国的机票 应该说机票越贵 你会住越久的举手 会嘛 住越久你要不要去 有那个什么 饭店 吃住交通 那请问 整个观光 整个那个地方 都已经被 因为我们的地景 然后就造成了 一个经济的繁荣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个台湾之光呢 他呢 应该再讲一下 我们台湾呢 在那个国际地位上 很特殊 那这次运动赛事 第一名呢 我们拿的是什么棋 这个会 就是 这是我们中华台北的会棋 中华台北 即便我们得了第一名 我们能够升的 还是中华台北的会棋 如果想要在国际的舞台上 让我们的国企出现 只有这样偷渡 所以我们的台湾之光呢 这个刚刚讲的一个 插了烟之海岸 这个美丽的海岸呢 它呢 现在呢 遭受了一些 生存的 存亡的一个威胁 那大家呢 看到这个藻礁呢 可能有去过的举手 哇 都没有去过 有听过的举手 有 而且可能是 昨天前天听过的 其实 我们在这个藻礁的保育上 已经做了20年 那我投入的话 也超过了5年 那为什么 我们这个藻礁的名词呢 这么的被 就是国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它可能 你再也不可能去接近它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这个日落的时候 这么的漂亮 那说到那个藻礁 刚刚有一半的人 都没有去过 也没有听过 但是这里是什么 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得出来 它是珊瑚礁 那珊瑚礁呢 它的特色是五颜六色 那很多的 那个热带雨啊 都会在这边呢 我们说它是 海底的热带雨林 那所以呢 最简单的方式 就把珊瑚礁跟藻礁 我们来做一个超级比一比 怎么比一比 等一下你们要跟我互动哦 跟前面的那个博士级的都不一样哦 博士级只能他讲 你们听 对不起 我们这一场就是 大家都是讲师哦 可以吗 可以哦 好 这个是 珊瑚礁 那么小声 再一次 这是 珊瑚礁 这个是 对嘛 超级比一比 这样很快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看到它有一个特色 你如果想要看到五彩缤纷的珊瑚礁 你必须要在 海底 所以你必须要把身体弄湿 你最起码你都要有呼吸罩 然后呢 氧气筒啊 这些东西都不能少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这个画面就知道 我们要清净藻礁 需不需要 只要它退草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哇 一草池一草池 每一草池 它都有一些 很特别的生物 生存在那里面 那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都知道 是因为呢 珊瑚礁是那个 气候变迁的指标生物 所以我们都知道 珊瑚礁是 动物造教还是植物造教 动物 所以我们刚刚 前几天呢 我们博士说 来对的地方 讲对的事情就对了 大家的知识真的是一级棒 这是动物造教 所以呢 那草藻 藻礁是 对啊 你看这样什么 很容易 植物造教 那动物造教比较快 造教的速度比较快 还是植物造教的速度比较快 动物 觉得动物造教比较快 举手 好 请放下 觉得植物造教比较快 速度比较快 各一半哦 我们来看一下哦 所以我们的珊瑚礁呢 它呢 不同的品种 那在实验室 或是在户外 它长成的速度都不一样 平均起来呢 每年可以长一公分 那我们的藻礁呢 是藻类造教 它也没有办法 在实验室成长 它只有在户外 户外会风吹雨淋 还有呢 潮水的侵蚀 动物的啃食等等的因素 它二十年还长不到一公分 哦 这样子 我们像我们常常都说 有一些东西呢 越稀少 越难的 越难形成的 就越珍贵 这样一相较起来就知道 哪一个是更珍贵的部分 对不对 那什么叫二十年长不到一公分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像这样 哇 我们过年就要是 除旧不新擦油漆一层 每年刷一层 再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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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了二十年 才能长出这么一片 壮丽雄伟的藻礁 那猜猜看 这样一片藻礁 这么雄伟的藻礁呢 需要多少年 岁月的累积 才有办法长成这样一片 开始寒 开始寒 刚刚有讲哦 你们都是讲师哦 我们不是只有我讲你听哦 大家都是哦 来 喊价开始 一百 还有呢 一千 再来 再看一样 蛤 五千 有没有 一千年 这个昨天有听过的时间 多少 七千六百年 对 七千六百年 七千六百年 哦 七千六百年 是什么情况呢 哦 我们把它推估回去 那当初是新石器时代 哦 新石器时代的时候 它就要默默慢慢慢慢 大自然就慢慢的累积 才有桃园这么一片的藻礁的 这个地基 那 刚刚呢 我们讲过 塞壶礁跟藻礁 这里一样来比下 来猜一下 画面的左边跟右边 哪一个是藻礁 觉得是右边的举手 等等哦 右边是这边 右边的举手 哦 很多呢 请放下 觉得是左边的举手 也有 那你看哦 这个分别是 珊瑚礁跟藻礁的剖面图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珊瑚礁呢 它呢 因为生长的速度比较快 对不对 所以呢 它的这个密度 就会是比较 比较集中的 那藻礁呢 因为它是生长的时候啊 它也需要有一点点沙 所以这里有可能 当时有一些 其他的生物是沙 然后它就形成了 多孔系的一个 生长的一个状况 那像珊瑚礁 你会看到五彩缤纷 所有的鱼虾贝类 都在外面 因为它外面 还会附着一些藻类 所以很漂亮的一个 海底的热带雨林 但藻礁 你进去就觉得 那什么东西都没有 生物躲在哪里 生物就躲在这些 藻礁里面哦 所以呢 我们多孔系呢 就是许多生物的家 当它还是小的时候呢 它可以躲在这些 孔系里面 有没有比躲在珊瑚礁 还要来的那个安全 可以吗 所以呢 这些多孔系呢 提供了我们海底生物 一个很 很那个 安全的一个生存的环境 等它长大了以后呢 然后到外面呢 就变成其他动物的一个食物 然后它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渔场 那像这个多孔系呢 也是呢 像在那个 对小动物来讲呢 它就像一个糖果物一样 像这个小螃蟹 它很小 跟指甲偏那么大而已 妈妈把它伸在这里 它呢 外面还有附着的藻类 它饿了就可以吃 如果天底来了怎么办 躲进去啊 天底又吃不到它 所以呢 在藻礁这个地方呢 帮我们保留了很多的 是我们的生命的聚宝 或者是基因库 那是我们海底生物的 一个育婴房 那讲到这里 要问一下 藻礁是什么颜色 绿色还有什么颜色 举手哦 那戴口罩 我不知道谁在说话 什么颜色 这边也可以说哦 绿色 绿色还有呢 粉色还有 紫色还有呢 褐色 哦 对 为什么这里要穿插这张照片 因为呢 网路上有好多好多的资讯 然后常常会有人来问我说 哦 我们老梅石草也有藻礁 哪是你们桃园才有 老梅石草 这张就是老梅石草 老梅石草每年春天的时候啊 很漂亮对不对 哇 一片像绿地毯的一个 一个自然奇景 那所有人都会去那边拍照 网美打卡的一个最佳景点 可是这是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地景呢 它是几万年前 大屯火山爆发之后 沿江到海面之后呢 因为冷却 然后形成了椒盐 那比较松软的地方呢 被潮水冲刷之后 留下来潮沟 那在东北季风之后呢 在它表面附着生长的一些 石蠢海法菜 但是这些石蠢海法菜呢 等到夏天到了 天气变热了 它就不复存在 所以它能不能造胶 它不能造胶 所以我们只能说它是 上面有藻的椒盐 不能称为是造胶的藻椒 这样有没有观念上 先厘清一下 那什么是会造胶的 那个造胶藻呢 原来呢 它有一个特异功能 它死后呢 会留下 钙化的石灰纸 就会这样白白的 那白白的很厉害哦 白白的呢 它可以帮我们固碳 我们呢 气候变迁 最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二氧化碳太多 造成我们的温室效应过多 不是温室效应不好 是过多 造成了我们的全球气候暖化 那我们的藻椒呢 在那边默默的待着 它就帮我们减缓了气候变迁 所以它是我们的固碳英雄 神经也有学者 在1990年的时候呢 他们发表了说 其实这些蓝碳生态系 它能够帮我们固存的这些碳呢 比热带雨林还要多哦 所以呢 它是 藻椒呢 也是我们的固碳英雄 那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其实呢 附着在上面呢 叫做壳壮珊瑚藻 这个藻类呢 有珊瑚藻呢 有分有结跟无结 有结呢 长得就是像这样子 因为它有枝枝结结的 所以呢 海浪一冲刷 它可能就碎掉 所以很多的海边有一些细沙 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那个 有结珊瑚藻 那壳种珊瑚藻就像第一一样 它会包覆的坚硬的表面 然后一层一层这样坏叠上去 那它也会跟其他的生物交结 所以有可能珊瑚藻跟藻礁 它是交错生长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旺盛成长的时候 你看到了我说 为什么说是红粉之奇 它是一片整个 像某了胭脂的颜色 那一整片就长这样 很特别 那这样一整片都在 就是像环境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一整片生长 旺盛的一个珊瑚藻 那人家说台湾海岸呢 大概1600公里 有藻礁的地方很多啊 有三支石门三千台三圆 墾丁澎湖 加起来有50多公里 那个桃园藻礁也没算什么 可是如果你这样算的话 这些加起来大概50公里的 所未有藻礁的地方 桃园就有27公里 那这些呢 三支石门三千台三圆 墾丁澎湖呢 它们的造礁的成分呢 都不在50% 所以呢实际上只有桃园 是以藻类造礁为主的交题喔 那我们来看看 北起竹围与港 南至永安与港 那每一段呢都给它一个名称 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角就是这个 大潭观塘藻礁 那它现在已经有看到 这里已经有一些建筑物 那它的南边是观星藻礁 一个地方 那这样的藻礁呢 为什么 为什么它只选桃园 它不在别的地方好好生存呢 因为呢 桃园呢 在古时候 古石门溪的时候 发生那个石门溪这样子 河川的那个月朵 然后整个很多的鵝卵石 从上面这样子冲刷下来 所以它提供了坚硬的基底 那其实它也要海水温度 我们知道珊瑚礁刚刚讲的它长得比较快的对 它喜欢干净的水域 它喜欢20到28度的温度 如果温度太高 它就会全球暖化 为什么它是指标性生物 正负2度C 正负1.5度C 只要升高一点点珊瑚礁就不活了 所以呢 如果比较高珊瑚礁不活 如果低于20度珊瑚礁也不生存 那这样子的恶劣的 对珊瑚礁比较恶劣的这样部分呢 就是我们藻礁生存的 那如果有很多很多的沙 珊瑚也不喜欢 但是 藻礁它需要有一点点沙 所以呢它要配合了有坚硬的基底 还有海水温度 刚刚好我们有沙丘地形 我们浊度也刚刚好 营养盐也刚刚好 是珊瑚不爱藻礁爱的情况下 才会有27公里涂了胭脂的藻礁 所以它是世界少有自然界的惊奇 就一样一样要配合得刚刚好 少一样它都不会造成这样子 27公里的世界奇迹 那这样子的资料呢 我们的专家学者把它整理出来呢 送到那个国际的期刊呢 所以呢 国际期刊也认定说 我们的藻礁呢 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的潜力 那待会儿我也会讲 为什么具有世界遗产价值 而且但是我们却不是世界遗产 这里以前也有人问过我 先在这里插出去问一下 为什么 你一直讲你一直讲 你讲了几百遍说 我们具有世界价值 世界遗产价值 你又不去申请是为什么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没有参加联合过 不然我们为什么台湾之光 大家会一直要讲台湾之光 因为我们的国际地位有一点特殊 那还有这样子的资料 我们送到那个 让全世界第一大的海洋保育专家呢 他也帮我们台湾的大潭沼教 应该说桃园的大潭沼教 这个点呢 列为东亚第一个希望热点 这个被列为希望热点的这些地方呢 其实呢 都是一个自然界很特殊的地景 那这个地景呢 都会让全世界呢 会好好的 如果是被设了之后 那国家会怎样 都是把它当宝贝耶 因为它就是刚刚讲的 如果呢 我这里有金字塔 虽然是人为的有金字塔 大家会来看 我这里有珊瑚教 我会把它好好保护 因为它可以帮我吸收更多的经济利益 所以人跟自然界的共处 其实我们是有平衡点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常常就讲说7600年 我在网路上也有说4500年 到底是几 多少年 我这几年来常常都被问到 这就是科学的铁证 铁证在哪里 我们看到这张图是台大海洋研究所 戴昌凤教授团队调查的一个数据 比较深蓝色的呢 是珊瑚教比藻礁成分多一点的地方 然后呢 浅蓝色呢 是藻礁比珊瑚教成分多一点的地方 那红色的部分呢 就是纯藻类藻礁 那这一个呢 是戴昌凤博士呢 在2008年的时候 受到中游的委托 去做的一个科学的一个验证 他在这些地方都做了钻截的那个 藻礁这样的钻截 然后送去做碳石式同位数的这样 地质的这样子 测它到底是几年 所以我们得到了 你看喔 在这张图你们比较远看不到 那我把它圈起来 这两支都超过7600年 然后呢 这一支就是 为什么说有10年长不到1公分 网路上也有说20年长不到1公分 我们的证据在这里 这一个呢 是有 等一下喔 它是多久 7530年 可是它是3.35公尺 所以除起来呢 大概是0.04 真的是20年多 还长不到1公分 因为它是纯藻类造胶 那这张图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科学证据就是说 诶 似乎在4500年左右的时候 你看蓝色跟浅蓝色的交替大概在4500年的时候 原来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 气候变迁的一种 就是它是有个小冰河期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 藻礁 它其实蕴产的水纹 水质 气候变迁的密码 当你去研究它的时候 你就可以往回推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时候是藻礁 还是珊瑚礁 那我们再看一下 藻礁的生态好不好 看起来蕴云路有褐色的 有被附阻 看起来就没什么 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的时间 这个是什么 螺 小朋友告诉我 没关系 再近一点来看 诶 今天有小朋友吗 有 小朋友 你要stand by 你待会要表演了 在哪 在那里 你不要躲了 等一下你先过来这边 我会IQ你 这个呢 藻礁呢 这个是螺 这个很常见 这是在我们早教二 你走过去 随时都会看到它 它有一个很漂亮的名字 叫做猪螺 咦 为什么叫猪螺 你会发现它 跟一般的螺类不一样 它的孔盖 是半圆形的 就像珍珠一样 对不对 所以它叫猪螺 那猪螺呢 它其实呢 在当地呢 其实很容易 碱食到 所以呢 到目前为止 都还有原住民 会去碱食来吃 但是当地的居民 其实也会知道说 几年来的工业污染 这边的海鲜 其实不太敢吃 那来看一下 猪螺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 中 对吧 这两个是什么 咦 这两个在干嘛 给人家夹在中间 原来它是科研螺 在吃猪螺 吃着下去 请问一下师姐 你吃蛤蟆要怎么吃 剔出来 你先把它拆开 拆开盖子之后 你把里面的肉吃掉 人家我们的科研螺 他没有熟 不会煮 他要怎么吃 吸出来 怎么吸 那么硬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没有人知道 他要怎么吃 剥开 他就没手 你老婆也没谁 唱给他 我告诉你 他就这样吃掉了 怎么吃那么硬 隔着一个硬硬的壳 他到底怎么吃的 原来呢 它有会分泌一种酸性物质 然后把我们的贝类 侵蚀了一个洞 然后齿舌 再把它挫大一点 然后就像喝喝木瓜牛奶 就吸掉了 我们生物是不是很特殊 他们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那是猪螺 这类呢 这类就是说 它的台语名称很接近 就是说非常的传神 如果你是发现它的那个专家 或是当地的居民 你会怎么命名它 你觉得它像什么 不是肝牛啦 谁 怎么 好肚立喔 他这个呢 当初的仙明呢 觉得他这个啊 跟每天睡觉的那个草席很像 所以他叫它草席中炉 那我们再看一下 再命名喔 你们要帮他命名 这个像什么 肚立 比较大声的 因为我去现场直播的人 没人想到那场子很冷 你知道吗 要回答要比较大声 他把气叫什么 肚立 肚立 大家非常有会跟那个像肚立 所以它叫什么 肚立 俐罗 两个字就好了 俐罗 大家都是命名专家 那个博士 那只章鱼要开始命名了 这边都非常会命名 知道吗 俐罗 那这个呢 像什么 像什么 这个呢 需要有一点点农业社会的经验 你才能够分辨 它到底像什么 这边有人知道它像什么吗 米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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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一个提示 凤鸡喔 这位师姐就经验了 像凤鸡 那个变古来流行 但如果你问我 我来命名的话 我觉得它像这个 这是那个西典啊 马德莲 那所以呢 那时候被发现的时候 觉得它像 我们的本鸡 所以它台语叫做 本鸡 台语最后 我们来讲国语 他的国语叫做 这次有人在那里念吗 炎锣 炎锣 炎锣还有吗 咦 谁说的 很厉害 你是不是教国语的 很厉害 你给他掌声鼓励啊 很厉害 好 今天高中老师都不会 我去讲了很多场 淡螺 这个叫淡螺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好漂亮 这是我拍的 这个叫明和尔 它其实在海边 它有一个很强烈的肌肉 它其实被冲刷在海边之后 一个礼拜没有碰水 也不会死掉 很多 只要在那个坚硬的这个 岩石上啊或是哪里 都可以看到这个 然后看到这一只 河豚 河豚嘛 然后它的名字叫 六斑二池豚 你看它这个 尾棋 很可愛 两个 转弯的 这是我们那个阿贵老师 富极上下还有 你看 我们去到大潭找就 就这样的精神 每次把他转转转 那个棋 好像螺旋匠 OK 然后就会玩起来 你看 这两个老丸童 你在那边玩得很开心 完蛋了 直播他看得到 不能乱讲话 好 你看好可爱喔 我们的渔民常常 在我们的那个渔港 常常捕到这个 我们的所谓的河豚啊 然后气菇啊 这个常常就会放在那边 吸引那个小朋友来 跟他亲近 那他的 有没有毒 有对不对 然后他这个 他的生物的本能 如果被吃下去之后 他就张开 让那个 吃他的这些 动物啊 觉得很难吞 甚至把他吐出来 他的生物本能 像我们刚刚讲的 生物本能 跟这一个本能 已经第二种本能 对不对 还有这个 这个呢 应该是我2017年 开始整理教案的时候 他就没有被命名 每年我就要问博士 什么博士 到底叫什么名字 博士太忙 还没有现在给他们一个名称 他好可爱喔 他是在大潭藻礁 发现的新物种 大潭藻礁呢 他很神奇 几乎每年呢 我们这些专家学者 都会发现一些新的物种 他这么说出来 他就是章鱼 他就是章鱼 不是像章鱼 像章鱼 他就是章鱼啦 他是像章鱼的章鱼 很可爱喔 而且你看喔 他这样子呢 他也会去寻找一些食物 然后呢 就赶快把他抱了就走 那一只很可爱 他很小只耶 后面我们还要看到 小朋友实际跟他互动的状况 躲起来了 还有那这个呢 那里的螃蟹最多 这是第二名多的达氏短讲蟹 那我们把野生态呢 剪辑成一个综合的影片 像这一只达氏短讲蟹呢 他正在干嘛 他在吃鱼对不对 可是呢 为什么呢 旁边还有这么多的鱼在旁边 什么 要分享喔 小朋友跟我说 我的兄弟被欺负了 他要老人来跟螃蟹唱歌 那是小朋友跟我说 等一下就跟你讲他在干嘛 你看喔 只要你蹲着呢 在那边慢慢的观察 哎呦 害羞耶 初五就做这件事 你那手不好玩耶 你看喔 你要停着让他讲 小子啊 好嘻哈 小鬼小孩很胜 好 你看那些老丸头 跟生物这样都玩 我们刚刚讲说 在那个 藻礁啊 就像糖果屋一样 你有肉吃吃肉 沒肉吃的時候就啃藻礁 然後他找到 你看他沒有肉吃的時候 他啃那個藻礁 都不會去咬到 那這裡所謂的四式球腹腺 是到現在被發現的 其實他應該叫做胸猛球腹腺 海燒要回去睡覺 它其實應該叫胸猛球腹腺 當初去對螃蟹物種的時候 就覺得他其實跟我們的 所知道的那個胸猛球 四式球腹腺長得不太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裡有的那個刺 比較跟不一樣 然後去查 原來四式球腹腺 他的生存的海域 在印度洋的南邊來北邊那邊 那我們這邊應該是新的物種 看起來很兇 說叫胸猛球腹腺 剛剛那一隻達士短槳蟹 為什麼旁邊有那麼多的魚 他就在吃魚 他就不吃魚魚還在旁邊 為什麼 因為那隻螃蟹它抱軟了 所以那些魚都在等吃它的軟 然後前面的幾隻就是犧牲者 然後當它抱軟的時候 那個幾萬顆軟這樣釋出的時候 就是魚的食物 所以我們在我們大潭藻礁呢 它就是一個豐富的生態系 整個生態系就是生物跟生物 生物對環境的一個交互存長 依附的作用 就是形成的一個生態系 那我們看還有喔 種類真的很多 我們只有舉幾個比較特殊的 或是我們要常見的物種 來跟大家做一個認識 這隻叫正直愛截蟹 所以我常常去演講的時候 很多小朋友常說 小朋友我們要好好讀書 為什麼要好好讀書 因為天上有一顆粟結輪心 地上你想要把它取名正直愛截蟹 它就是正直愛截蟹 如果你發現了新的物種 你要以自己的名字來命名 可不可以 通常就是命名的權利在於你嘛 對不對 就是看你要不要把它命名成 那個名字 正直愛截蟹 看它這樣子一部 好像忠厚老實的樣子 它有毒喔 那你想說 長得這麼鮮豔 在藻礁這樣子這麼聽贏 其實你想想看 我們剛才說藻礁會什麼顏色 它是胭脂紅的顏色對不對 它顏色是不是剛剛好 它是它的保護色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有什麼樣的 幫我按下去呢 嘿 嘿 這隻日本鹽池蟹 它跟剛剛的螃蟹呢 是不是種類 看起來又不太一樣 它的特色是什麼 兩隻熬 長得跟身體一樣大 不成比例對不對 所以它因為長得太大 所以它失去了抵禦的那個攻擊 或是舉起來的那個能力 但是它有一些 特殊的地方 等一下喔 我們找一個小朋友 小朋友 欸 躲起來了 這樣躲起來 我們現在就是 在哪裡 來來來來 來啦 禮物 禮物 稍後再補 好 快快來來 來 來啦 不然我要叫大人喔 大人表演就沒機會囉 好 那我們請問有沒有師姐 或師兄願意幫我們講一下 螃蟹怎麼走路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好 上來表演一下 來 師姐咧 來啦 螃蟹怎麼走啦 快點喔 全國 兩千三百萬都在看喔 給它一個掌聲鼓勵 橫著走 橫著走 哇 有沒有走得很好 喔 很棒喔 給它掌聲鼓勵 謝謝 但是呢 那日本岩齒蟹怎麼走 上前走還有呢 有向後走的螃蟹嗎 有沒有看過嗎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剛剛的正直愛截蟹 然後等一下你會看到 我們的那個日本岩齒蟹 很這麼寫 來來來 豆腿嚕 有可愛嗎 再看一次 哦 我們豆腿嚕咧 螃蟹豆腿嚕 有頭前走的 不會再看它豆腿嚕 有很可愛嗎 這是我們那個 沒有弄出來 你看 它就在吃那個 藻礁上面的 附著的藻類 然後有天理來 趕快就躲進去 萬無一失 那你有沒有發現 藻礁的生物就是在草齒裡面 一草齒就一世界 這隻也是我們那個 近年來發現的 在台灣第一次發現的新物種 它叫細紫燉蟹 等一下我們的美女老師會說 像煮熟的蟹 我這輩子第一次看到 煮熟的蟹 煮熟的 沒有像不像 我們放蟹 這隻都是聚紅色的 這隻不是小白鹿 不是大白鹿 它叫唐白鹿 它是很珍貴的保育類動物 那邊這隻蟹熟的 那是小白鹿 它就把這裡當寶貝 頭一歪 嘴一戳 就一隻 百發百中 絕無虛發 這不是米粉湯喔 我們這是種蝦成芸喔 這都是蝦子喔 不是米粉湯喔 就是要把蟹熟起來玩上 就說不很好吃 沒有啦 不行 這是海鮮文化 這個你看喔 它剛剛這個 它的蟹那麼大 它如果遇到天敵的時候 它會 如果覺得它逃不斷的話 它就會把它斷掉 斷掉之後還會動動動動動 然後那鳥或是什麼 就會去吃它的蟹 然後它就會逃走 生物的本能第三種有沒有 很厲害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剛剛講的細竹燉 這個我們的美寧老師說 跟煮熟的螃蟹 這也是在台灣 當初我們去看的 比對各種螃蟹的名錄 它發現 在台灣第一次發現 然後這一隻 剛剛在講說 我們在海邊 剛剛有看到 各式各樣的螃蟹 有一隻眼睛 長到頭頂上去了 這個我們請它轉過來 它不轉過來 幫我按一下 我們看一下 它背面長這樣子 它是剛剛所有螃蟹 更能精準地把我們的生物的特性 給表現出來 腳眼沙蟹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的海邊的一個作畫大師 有沒有看過這個 海邊是不是常看到這些 像美麗的畫一樣 那請問這是什麼 寄居蟹還有嗎 河上蟹 然後我沒有說它是螃蟹 下面你又有螃蟹 然後這樣我只問說它是什麼 有些人說是螃蟹的扁扁 是嗎 其實它是擬笨 它是我們這一隻 很可愛的骨瘡蟹 骨瘡蟹會動 它沒有出來 你看到它很小隻喔 然後它吃的時候 必須這樣 很快的把所有的沙子 用它的熬煮 把它放到嘴巴裡面 用肌瘤 把有機子濾出來 然後再用前面的鋼毛 把有機子送進去 然後濾出來的這些泥 這些泥 就這樣一粒一粒的 它不是它的扁扁 好可愛對不對 小朋友說 現在有時候我就會問小朋友說 要不要好好吃飯 人家螃蟹吃飯這麼辛苦 你一頓飯要吃那麼久 很可愛喔 它就這樣子 它非常小隻 我們去到海邊 是不是常常這樣 一動 它怎麼覺得 走一步路 所有東西在地上這樣 串串串串 就是它 它很漂亮 然後它也很可愛 然後你看它的保護色 幫我回去一下 它的保護色是不是 不容易被發現 但是我們一動的時候 就發現 怎麼地上好多東西在轉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剛剛那個謝老闆出來了 這也是我們海綿寶寶裡面的 明星物種是什麼 派大星 我們的花冠海燕 那就是我們的海星 海星它有什麼 剛剛講的生物本能 它有什麼特異功能 好 我有師姐說 這樣 這樣是什麼意思 它有再生能力啦 對 就兩隻 所以 它有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到它 要不要幫它 不要啦 人家是不得已的 但是很多 那還有好多好多 所以 我們那個 曾經有那個謝列專家 到大潭藻礁之後說 哇 不得了 它走我房 全世界五千多公里的 那個海岸啊 居然大潭藻礁 螃蟹的豐富度 比墾丁還要高 它在一潮史之間 慢慢地觀察的情況下 那我們還有海葵 海百合 種條基海葵 兔葵等等這樣子的生物 就是我們 只要你去親近它 你要去看這些都不成問題 那這個兔葵呢 它很特別 如果呢 你有一丁點密集恐懼症呢 就要大潭藻礁 要滲入 因為它很多耶 它多到會覺得 喔 好多喔 又有點恐懼 但是它很可愛 它有水的時候 跟沒有水的時候 長成兩個樣子 有水的時候你一碰 它就會縮起來 所以它有海中含羞草之稱 所以呢 這個海底的生物是很可愛的 你要這樣細細的 去跟它做朋友 你就會發現 這個 剛剛一直講 有新物種新物種 它也是在台灣 第一次被發現 在本島的新物種 它是小秋多彩 海闊魚 很小隻 然後小朋友看著說 喔 這像皮卡丘的喔 這樣給你們比較 然後當然這個兩個 那個好可愛 那個海闊魚 你看喔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 專家學者呢 不畏風寒 什麼時候都去給它 做這樣子的觀察的時候 然後去發現了新物種 然後去把它錄下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麼特別的生物 在我們的大潭藻礁這邊就有 再來這個是 也是新的物種 剛剛穿插這樣出來 是不是一直聽到 新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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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種有八個觸角的珊瑚 它叫八棒珊瑚 那我們的戴昌鳳博士呢 比對了 咦 又不下去了 比對了很多之後呢 他呢 應該是去年喔 去年年底的時候 他就確定這個也是新物種 他說他感嘆呢 觀塘的命運這麼的多傳 他想要把它命名成 觀塘無常卵三合 需要 對 很難唸 我每次都會唸到打結 他希望呢 環境跟生態能永續下去 讓生命在面對無常時 仍有一絲調適的機會 這是我們的那個博士這樣發現 還有這個就是我們的 一級寶月的動物 才三多杯孔珊瑚 這個呢 也是我們後面那個博士 陳昭倫博士 看後面 喔 他發現的喔 20年前他發現了一個 一個珊瑚礁 這是什麼 都把他帶到那個 跟著他去國外求學 20年後 就是在那邊 反正他要講請他自己講 然後呢 發現 哇 這是一個新的物種喔 他是在高雄 高雄柴山這個地方發現的 所以他把他命名為 柴山多杯孔珊瑚 然後他是一個動物 所以他在水裡面 他很小 那他的觸手這樣擺動 其實是非常的可愛 那他也很特殊 他也喜歡有一點點殺的地方 如果他完全沒有殺的地方 他也不會住在那邊 那他呢 這個柴山多杯孔珊瑚 在不同的燈光下 我們會看到他不同的樣子 那他呢 為什麼在柴山 然後遷移到我們的桃園呢 因為 這個是不同的那個 燈光拍下來的 哇 很漂亮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台灣的地理非常的特殊 我們在花彩獵島上面 所有的候鳥呢 他要長途的 飛行的時候呢 必須要中間有個休息站 那我們的海洋呢 我們也是在潮流交替的地方 所以呢 在柴山呢 因為做了一個停車場之後 柴山多杯孔珊瑚 在原生長地找不到了 但是他就遷移到 大潭藻礁這邊來了 所以大潭藻礁呢 其實也是生物遷復的中繼站 那所以呢 剛剛講看到的那個唐白鹿 唐白鹿呢 就是黃色嘴巴的 牠的飼育比較漂亮 牠長得比跟小白鹿呢 不太一樣 小白鹿黃角 不小心上洗生物科 好 牠有比較粗壯一點 牠也是一個珍惜的 保育類動物啊 牠每年呢 也會來這邊 還有呢 又不動了 然後呢 還有小燕喔 每年五月的時候呢 牠這二級保育類動物呢 牠也會飛過來 牠在我們的那個大潭藻礁的那個 地方呢 做一些生殖繁園的一個部分 還有這一隻 喔 這隻是什麼 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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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沒有看起來很兇的樣子 對啊 小朋友 有沒有看過這個 有沒有喔 很兇喔 每次鯊魚黑幫都請牠出來演 喔 很怕的喔 可是呢 牠是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平定是冰微的物種 牠叫紅肉阿祭角 鯊魚媽 這是胎生的 鯊魚媽媽在懷疑牠的時候 需要八九個月的時間 牠也不斷地找啊找啊 哪個地方 什麼 如果你要讓牠 自己的下一代生存 環境要好 食物要多 所以呢 牠就選在我們大潭藻礁這邊 我們的漁民常常會看到這個 紅肉阿祭角殺 還有什麼動物會過來 喔 台灣白海豚 這是呢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平定是極為等級的物種 大概剩不到五十隻了 但是牠也會在大潭藻礁這邊發現喔 再來呢 頂級的掠食系的動物呢 就十斑至少就有四種 還有這個也是 生物頂級的那個生物鏈的 在那個藻礁生態系裡面的 這種蠻呢 牠也是超過一千兩百隻 就是專家學者去做這樣的精算的時候 不動了 謝謝 有動了喔 然後你看喔 剛剛講的生態系 也就是說必須要重複一點 不然我的老師會罵我 我們叫生態系就是 生物跟生物 以及生物之一環境 有交錯複雜的依存關係 所以叫做生態系 在我們大潭藻礁這個地方呢 我們的初級生產者 牠的種類也是非常的多 我們光是造膠藻 經我們博士這樣研究 就有三十七種 其中有十九種是新種 一直新種一直新種 每天都有新的發現 大潭藻礁不斷的給我們驚喜 我們的蘇級生產者呢 牠呢 要足夠才能夠給出 那個消費者 然後再頂級消費者 我們說裸窮窮 三百公頃的土地 就有超過一千兩百隻的蘿胸椎 所以這個生態系好不好 好 好才有辦法 有這麼多的生物嘛 然後所以呢 Oh your time 想答時間 我們看哪一邊的那個 師姐師兄還是小朋友 通常都是小朋友最厲害 第一題 請問哪一隻 欸 逗退嚕 等一下喔 來 叫一下喔 逗退嚕欸 嘿 天號 天號就是 嘿 寫下 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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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號叫什麼 他剛剛有講出名字欸 日本沿蟹 大聲一點 日本沿蟹 所以嘛 大家都有認真聽你看 這是不是最好的一個 一個 生物客 開始驕傲起來了 你們的回答就是我的驕傲 請盡量回答正確 然後呢 再來呢 哪一隻是我們那個 沙地跑最快的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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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年輕人來講 好 年輕人講 今天叫什麼 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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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有毒 舉手 舉手 我們的主持人會過去 六號有毒 六號 還有嗎 四號有毒 那記得他叫什麼名字嗎 不記得 沒關係 有沒有人可以知道四號叫什麼名字 六號叫什麼名字 剛才有什麼叫什麼 正職 很愛乾淨 正職愛結謝 我們給這兩位師姐掌聲鼓勵 很厲害 然後還有什麼問題可以問 哪一支物種 我們的陳博士 還沒有幫他命名 舉手 舉手 還有哪邊 好 來 誰要幫我們回答 來 小朋友 二號 二號 嘿 聽到了二號 二號 他叫什麼名字 沒有名字 趕快給博士壓力 對 我們趕快給博士壓力 趕快把他命名出來 他叫什麼名字 下次大家都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嘿 剛剛我有沒有講過他說 第一支 是我們島礁的強勢物種 好像不記得 好 匈猛球 欸 已經有人說是匈猛球 他有五十八萬隻 五十八萬耶 三百公頃就發現有五十八萬隻 就厲害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名字 好 你看喔 這個 我們的汽菇 還有呢 腳踏山蟹 這個剛剛都有看到 好 第二題 請問 請問 哪一個生物 吃蛤蜊不用 掀開不用去扒它 哪一個生物 那邊 有人抓手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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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號 八號 它叫什麼 他說什麼螺 大家就是什麼螺就很棒了 才一堂課的要怎樣 那還有呢 哪一個是 食物鏈的頂端 哪一個 一 一 這師兄很厲害 你就認真 絕對不會因為 是我講的才認真 對不對 一 我們說他螺胸存症 好 那現在問 哪幾個是我剛剛沒有介紹的 舉手 舉手 有 有聽到九 有沒有人舉手 九 還有咧 六 還有咧 三有啦 二號 二號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名字 二號叫阿拉伯保羅 然後呢 六號叫易馬羅 然後九號叫十憋 那阿拉伯保羅 我常常在介紹就是跟小朋友 尤其小朋友都是學英文對不對 我說 他是什麼 他是唯一在我們的澡教區 有英文名字的居民 為什麼 他的英文名字叫 泡 保羅 喔 好冷喔 可是小朋友都知道喔 他們回去就知道 這是阿拉伯保羅 喔 好 很難念 應該要喬舌這樣子 好 這一題請問 哪些有再生能力 六 六而已吗 看样子他们有亲戚关系的 九 张鱼在台 你把我惊到 二啊 刚刚是我有讲 他说有密集恐惧症 好还有哪些 哪些是那个 哪一个是在藻礁发现的 台湾的新发现的物种 三号 八号 对这就是我们在 还有哪些是我没有讲的 四号 四号 还有呢 七号 还有吗 这一只一号 这我没有 一连线没有讲 为什么 你看喔 一呢 应该是豆鱼 虾虎鱼 然后呢 这个是阳穗族 我们来看一下 虾虎鱼 然后你看喔 我常常在说 我们海绵宝宝啊 那个 那个 派大新跟谢大本都出来了 海绵在哪里 在这里 我们到那个海边 其实也都看得到 那我们再看一下 哦 这个问题 很难哦 请问 很难要大家一起 一起回答 请问画面上哪些是 保育物种 大声一点 哦 有说三号五号 还有呢 有没有一个同整的答案 一起说一二三 全部都是保育类的物种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柴山多杯孔珊瑚 还有唐白鹿 台湾白海豚 红肉 埃及角 还有小燕鸥 通通都是国际 然后平定的 这个是保育类的物种 都在我们大潭藻礁 这么多这么多的 这样子的部分呢 就是只是要告诉大家什么 生态 真的很丰富 而且是超乎 我们想象中的丰富 每年持续不断的 在发现新的物种 那这样子的地方呢 你又不需要把身体弄湿 然后呢 你又可以发现 发现这么多的 这样的物种的时候呢 它是不是一个 环境教育最佳的场子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厂长呢 在办那个导览的时候呢 哇 每次都这样 一群人去 哇 哇 那边到处有人尖叫 为什么就看到新的东西 然后呢 哦 刚刚那只可爱的章鸣 小朋友轻轻地把它捧起来 之后哦 然后旁边有人在 他说好了啦 好了啦 它会死掉 你不要再捧了 到底该死太久了 哇 但是大家都很想看它 然后呢 有些小朋友呢 就一只一只地数着 我们的派大星 一个草举可以发现 一二十个 但是呢 因为颜色它们有保护色 如果你没有 静下心来慢慢看的话 你会看不到 那像这个小朋友 哇 这个笑脸 有没有 我觉得 做环境教育 做导览 看到这一张 这个笑脸就值得了 这个小朋友呢 他说 哇 好多派大星哦 我要先来保护它 我今天晚上要在这里录影 我希望呢 大家都不要来破坏它 哎 我都不需要去跟他讲 罗莎娜的那个 环境保育的这个概念 这就是环境保育 那个保护教育 最高的一个境界 就是说 让你爱上这个地方 你就会去想要了解它 你就会去想要守护它 那像我们这个地方呢 大潭藻礁 曾经呢 是票选代表桃源的自然地景 而且呢 它也是全国九大海岸美景之一 所以这样的地方 是不是绝对有 它的能力作为一个 无烟囱的绿色观光产地 一个地方产业 那我们呢 在很多的 为了保护我们的海岸 不被侵蚀推缩 我们放了很多的销坡块 那我们这个销坡块 大家都知道 都是我们用钱走出来 几万到几十万都有 但是呢 依据专家学者的 这样子的 去做调查跟做研究呢 这是示意图 如果有山芋礁 或是有藻礁的地方呢 它就是天然的销坡块 需不需要每年再投销坡块 销坡块就会顶下去 那你就会落下来 那就钱来落下来 先不管它有没有效果 至少呢 你每年必须持续地维护它 而且呢 我们常常到海边呢 看到销坡块 其实它的美观度是有差别 对不对 那天然的珊瑚礁或是藻礁 它是最好的销坡块 而且它也是我们的海防屏障 你很多的船只敌 销坡块最先开始也是为了国际的那个 就是国防的需求 让敌舰不能进来 那像有销坡块的地方呢 如果船只过来会怎么 会扣打 触招台记叫扣打 它就没有办法这样子 在我们的 进入我们的领域 所以它是天然的销坡块 也是海防屏障 现在回顾一下 导家的功能 有人可以 算了 好 不要玩那么大 出武而已 对不对 我们是海洋生物的运营房 以及它的基因库 而且呢 它是有固碳的生态室 是我们的固碳英雄 那它也是我们南碳生态室 具有世界自然遗产价值 而且它也是地质地层气候变迁的密码 而且它是最佳的环境教育常识 也是无烟囱绿色观光采验 最后一个刚刚发生的事 是什么 海防 有听到就对 它是我们的天然的销坡块 以及海防屏障 一个藻礁 我们还来不及认识它 它已经默默帮我们做这件事情 我们要不要把它留下来 它是不是我们的台湾之光 是不是需要我们再去多讲 不需要 只要你去亲近它 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棒 那藻礁发生什么事情 它的事情可多了 我们所有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藻礁 是台湾所有的海岸线发生的问题 垃圾 因的洋流越来越多 我们永远进不完的滩 那你会说 为什么要进滩 永远就捡不完 然后你会看到 这不是台湾的垃圾 还一直用虾简体制 用虾含文什么 那是洋流 我们的垃圾会跑去哪里 跑去别的国家 然后别的国家会在我们这里 那我们过去呢 用垃圾掩埋的啊 在海边的啊 也会被掏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的垃圾的这个问题呢 会非常的严重 那常常就说 那我们在进滩啊 进不完啊 永远捡不完 但是进滩 进的同时 重要的是什么 是环境教育 我们要从源头做起 那垃圾的围巾呢 也可以印证了一句话 就是说 塑胶制品会不会分解啊 不会呢 它只会脆化啊 我们早就要说 20年或是10年才涨1公分 这个塑胶的宝特品 它已经被封起来了 代表它多久了 哦 这个很难数了 对不对 还有铝罐 它早交 还有呢 我们刚刚讲呢 我们建了一个 我们海边有多少港口啊 数不清 我们台湾的港口 很多很多 那每一个 人工建筑出现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一个堤防 堤防呢 洋柳如果从这边过来 一边就会堆积 一边就会流失 就会掏空 那这个就叫做凸体效应 凸体效应呢 被堆积的那边呢 就会有飘沙 刚刚那个岛家 多孔系的这个环境 是不是就被毁灭了 那些生物就没有孔系 可以生存了 所以我们这个海洋 那个藻礁的生态气 就会瓦解 那还有另外一个 是工业污染 这个呢 是应该是春天的时候 但是呢 红海 不是那个红海 是红色的海 那为什么红色的海 是我们桃园 沿岸呢 沿岸呢 有很多的 至少有四个工业区 那合法的 非法的那个工厂 比合法的工厂还要多 在下雨天 或是在很多时候呢 它都会偷偷的排放污水 所以它就会污染了我们的藻礁 那这被侵蚀的这个藻礁呢 就是这样子光秃秃的一片 整个生态就不会再有 那如果呢 不小心有这样生态出现了 那像我们这个 在比较北边的这个藻礁呢 我会有看到绿母栗 绿母栗不能吃了 只能吃了一颗就可以致命 那这个绿母栗 它的生存已经很强了 那小小颗的通常都是怎样 这个时候 桂尼啊 我们的工厂全部都休息的时候 它就有办法长出来 生命力其实非常的享乐 再来就是海岸的开发 我们的所有建筑 像这是2007年的时候 中游要做一个海管进来的时候 帮那个藻礁开塘 搏度 所以挖出来的这些藻礁 放在旁边 15年过去了 到现在没有办法藻礁 我们刚刚 为什么要循序建计 一直讲下来 因为它需要坚硬的基底啊 它挖起来 它又是一个一层一层的 挖起来就是脆脆的 它这个脆脆的部分呢 它没有坚硬的基底 其实它的那个藻类 在过来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把它交结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胶 那海岸的开发 一旦挖下去 它就是不可逆 绝对没有回复的情况 刚刚的那个工业污染 只要我们把工厂 还有我们的工业 被水这些都处理好 5年10年 生态会再回来 但是你一挖下去 绝对是生态7600年 我们有7600年 可以还给大自然吗 我们没有7600年 可以还给我们的大自然 那再讲一下 大潭早就要发生什么事 我们这里呢 有一个大潭电厂 那因为在我们的能源的配比下 在我们国家能源的 这个经济政策下 我们必须要 国家要在这里 做一个天然气的接收站 那这里呢就是所谓的大潭发电厂的第三清燃器的一个场子 那用了一个外接的一个港 然后这里呢 其实呢 伸出去5公尺 这底下也都是藻礁 那刚刚讲 船要进来 藻礁是不是 搁浅 所以这下面呢 至少要把这些藻礁挖掉 可是在海里面的藻礁也是藻礁啊 刚刚在讲说 为什么桃园藻礁 为什么这么的珍贵 因为呢 全世界呢 有藻礁的地方 真的不是只有台湾 在桃园有 那挪威地中海也都有 但是你必须要潜到水里面去 然后它就有灵芯的部分 所以呢 这样 离岸最大片的藻礁是在桃园 那所以呢 这底下还是藻礁啊 所以你必须要挖 至少12公尺深的 这个地方都要挖掉 船才有办法进来 那还有刚刚讲的一个突堤效应 一旦你这些堤防都进起来的时候 这边就会堆积 这边就会侵蚀 这边是野生动物保护区啊 那刚刚讲的那个 柴山多杯孔的 山湖的地方是在这里啊 那我们想 去到 有没有去小琉球玩 有吗 有人去过小琉球玩吗 师姐 你去那里会看什么 看海龟对吧 你会去潜水对吧 海龟 可以摸它吗 可不可以 为什么不行 保育类大家都很知道嘛 摸它会有什么下场 罚钱罚多少 三十万 真的 你幻想过 不然你怎么那么清楚 是一年以下 以下的居易或罚金 然后会罚六万到三十万 不小心一摸了 它死掉了会怎样 两年以下的居易或罚金 五万到 五十万还是多少 六万 五十万的罚金 所以一级保育的野生动物 我们是有国家法员在保护它 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么多的 尤其是财产都微孔 它不要走啊 领在这边盖了这些东西 然后去年的三月跟十一月 分别有割浅的工程船割浅的部分 画了那么大片的一个藻礁 这样有0.5公尺大的一个藻礁区 那为什么都不用罚 为什么我们一几保育类动物 别人就空间和暴影 那我们的生命就五十千 是为什么 那我们牺牲的是什么 不只是这些国际的保育类动物 也不只是这个过境的教课 更不是只有我们的本土教课而已 我们失去的是国际保育类的踏伐 是吧 像唐白鹿 还有小燕鸥 它是国际性的 它是一个后鸟 它如果因为来到我们这里 收到的这样子的部分 国际保育类会踏伐 学者失去研究的场子 我们的小孩长大之后 他会研究 他会去哪里研究 每个地方几乎都被发现过 只有这里每年学者好忙 又是新的 那里又是新的 然后我们失去台湾之光 世界观光圣地的机会 我们的观光材 台湾对国际来讲 它很小 所以来看这个 世界的特殊的一个地景的时候 会顺便去到日月坛 会去到阿里山 去到其他地方去看 机票都买了 所以我们可以 应该说 今年跨年的时候 阿妹在台东 去做免费的一个演唱 就为台东 赚进了四亿的商机 台东之光 那我们的藻礁 就是我们的台湾之光 如果我们把它保育下来 它就是可以让我们在 世界的舞台上 发光发热 它是我们的美影台湾 只有在台湾才可以看得到它 我们失去的会更多更多 刚刚讲到的 气候变迁的这个部分 它只要默默在那里 你不要去干扰它 它已经帮我们 做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下午也会有一场 端门以气候变迁的角度来讲 大谈导教这个部分 我们失去了这么多 我们没有解决的方法吗 难道能源跟自然资产 一定是两面吗 选择了A就不能B吗 其实在将近20年前 要做这件事 15 20年前的时候 中游已经委托专家 都已经有做一些评估 那大谈导教就在这里 它其实距离大陆 最近的一个地方 它每年的11月到 隔年的4月 它的风数是最大 也就是说你一旦做了 这样的开发建设 你每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船是不能进来的 不能进来的时候 你这个一百 一千亿的资产投下去 那你有半年的时间 是不能行驶的 而且就算你行驶是非常危险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也都是他们的 顾问公司提出来的 在过去呢 他们都有提出来 其实这里有个凹处 是更加的一个长指 所以我们现在在乌域呢 也是希望说大潭导教这个地方 其实不管在生态上 或是在安全上 都不是一个最佳的长指 如果你可以在台北港那边 基础建设都有了 我们不断地在 那边的工程 其实一直在填海 那这边的基础工程都完成了 如果你用在这边 再先海管过来 海管过去 其实这边也不用 第四天然气接收站啊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超过250位的专家呢 都大声的疾呼 要把大潭藻礁完整的保留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藻礁妈妈 刘静宁博士 这是我们的石头老师 潘忠尊老师 这是我们前几天有来的 陈刀伦博士 林慧珍博士 还有刘少伦博士 还有我们的沙歇老师 这是我们的郑 郑明修老师 郑明修老师 这是我们的那个义务律师 这几位他不断在前线 帮我们去做这样子的 说明会 还有跟政府的这些 折冲等等的部分呢 那在五年前呢 我就跟潘老师讲说 潘老师 我对老教很有感触 你在前线做 后面的这些 推广的部分呢 请你放心的交给我 然后呢 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那在那个专家学者 像那个我们的 陈博士呢 在不管是八度的海水呢 他也要下去去做这样的调查研究分析 还有我们的淨灘生态解说 其实我们过去呢 这几年都没有少过 常常就会说 我就没有去过 因为我们都用 用的是我们那个 志工的力量 志工的力量需要更多的 同温层以外的人一起加入 不然我们永远在我们自己的同温层 也就是说为什么 我们很宝贝也很珍惜这次慈祭 一起来听这样的讲座 不管这个讲座听完之后呢 给你们留下来是什么样的印象 但至少我要让大家知道 台湾有一个台湾之光 就在我们台湾 那我们办了很多讲座 在2017年的时候 配合潘老师呢 要一人一姓就藻礁 大概上百场的 桃园的这个国小呢 我们都去做这样子的 讲座的部分 那孩子的姓最可爱的 他呢 每一个人呢 用画的用写的 其中有一个姓呢 他其实 嗯 他说 美丽的蔡英文总统你好 大自然送给我们一切的东西 包含了食物金钱 以及所有人类生活空间 而藻礁是地球一块宝物 也是许多生物的生存空间 希望总统把这片美景保留下来 7500年的玉地 经过许多风风雨雨 却有可能消失在 发展快速进步的台湾 是在令人不胜唏嘘 而您有最高的决定 影响力 恳请您为藻礁留一片生活之地 工业与自然 必先有一个平衡点 要成为成功的国家 必先尊重大自然 这位小朋友 在我们 这个 嗯 应该说我不是专家学者 但是呢 环境教育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是很有感的 找了那么多的小学 一个种子种下去 这就是 我们要的不是吗 也就像我们 实际一直在做一些默默行战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要种的种子 不是吗 是 当我们2018年的时候 环境通过了 我们所谓环境市场 那一天我在家里 那一天我在家里爆哭 那一只 这位小朋友 他在身上裹充了 他在他们的社刊 写下这一边 老师拿给我看的时候 他说 我想替藻礁发声 因为桃园沿岸拥有全台 最长的大潭藻礁 国小时介绍的藻礁生态 更是使我了解 藻礁的重要性 藻礁二十年才长一公分 当我认识他后 就下定决心 要保护这个大自然的礼物 全班更是发挥行动力 一起写信给总统 呼吁真爱藻礁 最近在新闻上 看到大潭藻礁 要盖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假设盖成功 仅存七公里 花了七千年才长好的 大潭藻礁 将全数消失 这样会毁掉 珍贵的藻礁群 如果我是藻礁 我一定非常生气 藻礁不会发生 但不代表 他同意这件事发生 藻礁是桃园 珍贵的自然文化地产 破坏了就难以恢复 如果大家要把短期 尽力排在第一位 认为不会说话的 大潭藻礁不重要 那么请问一下 你有多少个七千年 还给大自然 对的是 要勇敢坚持坐下去 请跟我一起保护 大潭藻礁 这句话 非常的 非常的鼓励我 因为那时候 我已经觉得说 我做 这样子的演讲 那么多场 居然没有办法 影响这件事情 那在这个地方 我已经等不及了 我没有办法 让小孩子回去 再长大 然后来不及说 来为这个藻礁来发生 所以我 因为他的 对的是要勇敢坚持 坐下去 后来呢 我们呢 做了更多的 这个陈情啊 然后记者会 甚至后面 我会说到我们有做很多的这个音乐会啊 等等啊 后面我们也就是在跨出桃园 去台北新竹 去开工作坊 让更多人 不知这样讲座的经验 可以再去做 也就是我跟潘老师讲的 潘老师 学者专家 请你们在前线 为我们守住藻礁 后面的这个 环境教育 我们来做 那在这个早教音乐会 有一首歌 非常非常的听起来呢 他在生态上 还有这个部分呢 也是都是自宫做的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在最美的地方 充满精灵的天堂 海浪也披着月光 挽起了捉迷藏 用坚定的力量 一点一笔的着装 外抱甜美的梦想 最温柔的避风港 听着奔向大海的河 却约地唱着歌 怎么突然沙哑了 当河水不再那么的清澈 如何倒影彩虹的颜色 想要守护心中最美 那个世界 希望每个小小心愿 都能实现 手牵着手不要道别 别说再见 做不下个千年万年 直到永远 听着我 这奔向大海的河 却约地唱着歌 怎么突然沙哑了 干河水不再那么的清澈 如何倒影彩虹的颜色 想要守护心中最美 那个世界 希望每个小小心愿 都能实现 手牵着手不要道别 别说再见 走过下个千年万年 走过下个千年万年 直到永远 想要守护心中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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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昨天的讲座 也有人给了很多的意见说 为什么不这么做 为什么不能做 其实我们都做了 只是我们的力量不够大 影响的不够多 所以呢 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留下来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公斗的手段 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很 为大自然留下来部分 这是我们今年一二三的主播大集合 那这么多的主播都站出来 为我们藻礁发声 帮我按一下 然后 对 那我们的伙伴呢 我们的 就是在这边呢 大家一起来呼吁 一起要珍爱藻礁 那刚刚讲的 跟潘老师取下的承诺说 后面的环境教育请教给我们 我从 桃园到台北到新竹 去开珍爱藻礁工作坊 然后 也如得潘老师 就是说 为什么不让当地人 让这个所谓的 绿色观光产产业成真呢 所以也如得潘老师 做了大潭藻礁的导覆训 我们都有在做 只是我们真的需要更多人 一起来加入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 台湾到底是不是要盖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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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能源呢跟核能 这部分呢 这部分呢 我们请他来讲会更快 告诉各位 我们不会缺电 不要担心个屁 我愿意重启核实 愿意重启核实 核能大家有期待 但是我们盘点完不可行 核能挖掉已经是不可能 事实不可能了 是事实不可能了 核事重启 好 也是事实不可能 那现在我们荒谬是 核一核二核三之余用 核四把他废用 就心车不开 开老车 那这不是我们有神经病吗 我们真的是不是有神经病 每次只要谈到能源议题 我们的目光总是聚焦在 这个电厂要不要盖 要核能还是火力 我们比较不在乎谁 蓝宇人还是台中人 对吧 这个问题还用说吗 当然是开山里的居民 但的确很奇怪 每次说到电 大家都会着重在开源 都忘记节流 任何质疑 台湾为什么要一直发电的人 反而会被翻白眼 每天都满带吗 是的 我们现在就是机组 全部满带 我们一定要每天满带 有看到那个表情吗 你啊 夫人 嗯 好 来 好 好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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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